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去北陆地区非常方便 上海就有直飞小松机场的航班 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 如果是从东京出发 可以直接乘坐北陆新干线 大概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而若从大阪出发 乘坐Zandervorg号 两个小时即可到达福井站哦 其实啊这里是并不管为人知的一块宝地 在这里呢聚集着富 金 福 富呢就是富饶的富 金啊就是黄金的金 而福就是幸福的福 所以在这里可以进行一场感受幸福之旅哦 正值初秋时节的北陆地区 枫叶正在慢慢变红 而围绕着北陆地区的福井县 石川县还有富山县的一场幸福之旅 也即将开始 首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旅途中的最强搭档 这次呢我是从关西来到北陆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 想要玩转关西和北陆两个地区的话 我有个非常优惠和方便的通票 想推荐给你就是 这个关西北陆地区铁路周游券 其实现在日本各地啊 为了让海外游客更加轻松方便的旅行呢 推出了很多这样的通票 像你比如说拿着我手上的这个通票的话 你就可以在关西和北陆两个地区 愿意的乘坐巴士和铁路 如果你去计算一下价格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很划算哦 关西和北陆地区铁路周游券的有效期为七天 其使用范围不仅包含了日本的人际旅游城市 大阪和京都 也包含了本期的目的地 湖景县 石川县和富山县 凭着推荐关西和北陆地区铁路周游券 你就可以在以上地区 随意乘坐JR路线的新干线或普通列车 还有JR公交车等等 绝对是非常方便的 想兑换周游券的朋友们 可以直接去关西国际机场站的JR绿色窗口 另外 还有包含东京地区的北陆拱形铁路周游券 这张券可以大大的扩大你的旅游范围 有效期同样为七天 凭这张券 你可以乘坐机场连接到市中心的特级列车 只要在指定区域内 你就可以乘坐各条新干线 是不是非常心动呢 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这种周游券上会标有各种设施的优惠信息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最后还有一点 那就是 如果在国内买这些周游券 价格会更加的优惠 如果想来一场轻松舒适的旅行 搜集相关信息是非常必要的哦 首先我们要前往的是府警 从关西国际机场乘坐哈努卡号 并在新大阪换成Thunderbird号便可以到达 路程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其实从前几年开始 在日本会定期举办一个很有话题性的排行榜 叫做幸福指数排行榜 那其实连续三次都达第一名的就是这里 福指引线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幸福之城哦 所谓幸福指数排行榜 就是对日本各地人们的生活方式 工作 育儿环境 还有文化以及娱乐等 共70个领域进行详细的调查 并最终评选出的结果 这种企划的初衷原本是为了地方的开发 然而至今仍在网络等平台 常常引起热议的又连续三次 获得排行榜第一位的正式福井县 而在福井县的第一段旅程 就是寻找幸福的福 这里是位于若霞丁附近的 名为彩虹之路的道路 也是当地公认的约会场所之一 而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 就可以到达我们要去的公园 再见 再见 我后面我背后的风景真的是太漂亮了 就是你一定要努力往优后峰正看 你可以看到很广阔的风景 但是我有点简单笑 到了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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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这里就是福井县引以为傲的三方五湖 是日向湖 水月湖等五大湖齐聚一堂而形成的 因为每个湖水的沿度和深度不同 所以湖面呈现出的颜色也各不相同 当然来到山顶公园 有一件事你绝对不可以错过 好舒服啊 而且我跟你们讲这边很贴心 它有个小牌子 就是把这里能看到的所有的海啊湖啊山的名字都有标写出来 所以这边是可以看到三方五湖最好的一个景点 哇 以上就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福 丰富的自然风光 这也是幸福指数排行榜非常重要的评选内容之一哦 冰淇淋 你们猜这是什么味道 这个黄色的是黄金地瓜 听上去就很帅有没有 黄金地瓜 然后这个粉色的你们可能猜不到 它是玫瑰的味道 哇 绝美的景色 露天的 已经不是露天的问题了 海都在这个 全部在我面前 这个是日本海 然后在这里呢 吃上这个冰淇淋 来吧 这个地瓜的味道真的好浓郁哦 然后慢慢的呢 会有淡淡的玫瑰的酸酸甜甜的味道 今天还是有一点阴天呢 最近我可能出行运不太好 但如果是大晴天的话 这里真的是会再乘上一百倍的漂亮 而山顶公园的看点还远不止这些 在这个公园里呢 还有一个神社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看上去就像是旅游景点 有的普通的小神社 但它其实是很特别的 来来来来 给我过来看一下 这边 正面和反面都是一样的 都有拜的地方 就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叫做一色两拜 它很特别 就是一般是情侣或者夫妻来拜 那边站一个人 这边站一个人 然后两个人同样 同时这样拜 那我今天是一个人过来的 那我就一个人在这边拜一下 我再去那边再去拜一下 在大自然的治愈下 幸福指数直线上升以后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 据说在日本发现的80%的恐龙化石都是从福井县挖出来的 因此由恐龙博物馆的圣山市整个地区都被认定为自然公园 可以说福井县就是日本第一的恐龙王国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呢是数千万年前甚至是数亿年前的霸王龙的大腿的骨头 那一般在展示厅里面肯定会有个玻璃味的对不对 没有耶 这边可以用手来触碰 有点像木头一样这样去划的手感 这个可是货真价实的霸王龙化石哦 在这儿你可以全方位地观察到霸王龙全身的骨骼 而这种刺激五官的展示方式 也赢得了很多小朋友的喜爱 没错 在幸福指数排行榜中 福井县也因为拥有各种宝贵的历史遗产 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这是要我去当老公吗 这类型是什么呢 是努力做的吗 这是为了捕捉的工具 稍等一下 捕捉吗 对 什么捕捉是吗 恐竜 云狗 蛮蛮蛮蛮蛮蛮蛮 这里是位于实际挖掘现场旁边的体验场 接下来孟迪就要在这里寻找化石 据说在这里发现的化石 可是可以直接带回去的哦 这样的颜色 可以选择这种色 是 如果有黄色的石 就直接叩开了 如果有黄色的石 就会破坏了 我会破坏文物 是 石 这边也有植物 木的石 是植物的石 对吗 在现场 孟迪的竞争对手小朋友们 开始聚集得越来越多了 先生 是 恐竜的距离 没有 手 坚强的孟迪仍然在拼命寻找化石 先生 好 我找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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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的枷 木 木 鹿 是 但是 这种植物 也可能会出现 骨 可能会出现 骨 可能会出现 破坏了 那怎么办 后面搅拌 味道很好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难道吗 难道吗 残念 虽然这次没能找到恐龙化石 但找到一片叶子化石 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对于孩子们来说 可以亲身体验化石挖掘现场 也是非常宝贵的经历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辅景县的传统文化 而我们来到的是一个 完全被竹子所包围的地方 个十八千 七万多日元 四千多人民币 这个工艺品 这里的人偶都是用竹子制作而成 原本这里最有名的是 竹子制作的龙 而这个人偶 就是当时的手工艺人 用制作龙所剩的废材料 随手制成 据说这也是竹工艺品的起源 其中这个作品 就是辅景县竹人偶技术的 完美集合体 哇 准备 准备 稍等待 有点准备 髅的头发 很明显 可否是是竹子 这都是竹子 都竹子 都是竹子 足 项 都 都 都是竹子 这都是竹子 这个竹子 是这样的 这是竹子 這是怎麼做的嗎 首先是自己的形狀的形狀 在外的竹林裡探索 首先是一個形狀的形狀 探索的形狀 探索的也挺難的 そうですね 是7000本的形狀 那是哪一種形狀 只要3週間 而這些要求記憶細膩的工藝品 都是由手工藝人 純手工雕刻製作的 大約1mm3次割 1mm3次 手工藝人正在做的 就是竹人偶的鬍子 大約0.3至0.25 這裏用的都是天然的竹子 而竹子本身並沒有完全相同的 所以在製作的時候 要一邊仔細觀察竹子的狀態 一邊再把竹子分成1毫米以下的竹籤 今天夢迪奧挑戰的是竹人偶的頭髮絲 已經很難看 但那麼太能進來 而且能取得不錯 可以讓我真的能取得,… 很心狼 可以讓我到 爆炸到一遍 非常難看 原來無故 它的封印 很難見 很難 也很難看 幸福百分百的时间到了 大家看我现在来到了鲜鱼玩松 看这个名字还有广告牌 你就应该知道 这里面是卖很多海鲜的 而且这里的海鲜 都是当天捕捞上来 从市场直接运输过来的 超新鲜的哦 那我们赶紧继续看一下哦 在鲜鱼玩松 你可以品尝到从越前丁 和三国港捕捞上来的 各种新鲜海鲜 其实在面朝日本海的浮井县 无论选择哪一家 都能吃到美味的海鲜 而这家店的最大特色 就是主营十令海鲜 因为不通过中间商 所以价格会非常的实惠 是当地人非常喜欢 却有少为人知的店 接下来就来尝一下 这块脂肪丰富的 高级肥生鱼片吧 我一口不太吃 好软哦 不是好软 但是真的会化开好甜哦 哇 我现在嘴里面都是油脂满满的 好幸福啊 这是甜的 它真的是比我以往吃到的 大脂都要肥的感觉 在这里还设有用餐区 买好的海鲜 可以直接在现场试用 刺身的大小 也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 进行加工 是不是很贴心呢 还有 在日本吃蟹一族中 人气颇高的就是 月前蟹 然而我们去的九月份 月前蟹还未上市 也就无法品尝它的美味了 不过 我们还是有幸品尝到了 九月刚刚上市的 新鲜的红厨蟹 然后试食 试食是这样做的吗 是这样 我第一次试食的仕方 第一次试食 哇 父亲人好好爽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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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吗 是 好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试食 我比起螃蟹更惊讶 他附近人的这个好爽哦 福尔的方都这样的吗 那种感觉 太厉害了 我比起螃蟹更大 看比我脸还大 这条腿 吃吧 这个螃蟹一定要这样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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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味しい 美味しい 好 好 蟹の旨味が凄い濃いです そうですね 濃い味ですね その辺で摂れるのは 全体的に便宜味味でも 本当の味味でも すごく味が濃いのが原理なんです 美味しい また是非買っ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買ってください 最後に 那种好爽哦 本社の方が 居酒屋さんとか レストランとかに 魚を納める卸しの 買い出をしているので 大量に買い入れているので まあその分 よそよりも安く 手軽に 鮮度重いのを 中心に扱っていますので さっき見たら 大トロが1箱で1500円って かなりお得ですよね そうですね 大体通常は この倍以上すると思います あー 福井県民幸せ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说到福井県人民的 幸福来源 还有一样东西 不得不说 那就是 文明于全世界的 日本酒 感谢福井県民的 日本酒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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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idades 美 家 実はですね ここに 偶然置いてある 今 これが玄米 なんですね はい お米 ちょっと黄色い 大きいんですよね 普通のお米 普通のお米ですね 然后它就成为20% 即使是同一个品牌的日本酒 也会分成各种各样的种类 其中被称为唇米大饮酿的种类 是价格最贵的 因为它所用的食材唇米 会磨掉外层 保留精华加饮酿制 所以原料费 要比其他酒类贵很多 一般的唇米大饮酿 每一粒唇米 只要磨掉50%以上的外层就可以了 然而在加藤极品商店的 樊超银 却磨掉了80%的外层 只用了最最精华的20%的唇米 是非常奢侈的日本酒 而这个酒窖 因为其化时代的创意 曾引起了日本酿酒业的革新 也引起了一时的热议与关注 咦 哪里これ 像是欧罗巴的男生体感 对啊 为什么 哇 凄 这里是天空裏的 发酵的现场 哇 凄 凄 哇 好香啊 感觉这个完全热 现在发酵了吗 对啊 发酵了 现在发酵了十几天左右 但是这种好香吗 对啊 这是第一次的 工程中的声音 对啊 这个全体的響 音乐 对啊 加藤鸡瓶商店 是用古典音乐促进酒去发酵的 没错 加藤鸡瓶商店 是用古典音乐促进酒去发酵的 是以独特而新颖的酿酒方式 在制作日本酒 这一次我们就品尝到了 老板最引以为傲的两种日本酒 乾杯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大酸 いただきます 很美味 很美味 没有酒的味道 喝得容易 很甜 很滑 其实是前一位大統領 奥巴马大統領的酒 很棒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为期待的日本酒 樊超银 好吃 嗯 更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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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 哦 鲁鱼 鲁鱼 最高的 鲁鱼 很美味 这些是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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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的乐趣 例如泡温泉 滑雪 还有这次未能品尝到的极品美味 月前蟹等等 如果你正在规划旅游 不妨把福景县加入旅程吧 这一次的福景县之旅 可以在我们节目的官方APP 陶醉霓虹进行预约 还有许多独特的旅行项目可供选择 请大家来看一看吧